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六点焦点短打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吕昌能 在全球东西博弈南北分歧的国际大气候下 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18次峰会日前闭幕 今次峰会将会有55个会员国的非洲联盟 正式立入为20国集团成员 令应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国际组织 一次过有大量的南半球国家成为会员 令到贫富懸殊的南北半球国家 今后有一个可以共同磋商经济发展的平台 但今次峰会结束的时候 最后发表经过多番修改的宣言 就反映南方国家和北方富裕国家之间 仍然存在严重的价值矛盾和分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今次峰会前 希望今届峰会发表的宣言 点名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结果宣言在俄乌战争上回避谴责俄罗斯 只表示所有国家必须避免以武力威胁 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或独立 以及维护维持和平稳定的多边体系 又呼吁落实黑海粮食协议 以确保乌克兰穀物安全出口 美国媒体在峰会召开之前 先发放消息指拜登准备在G20峰会上 向发展中国家提出替代中国的方案 美西方国家甚至以拒绝发表联合宣言 来要挟G20谴责俄罗斯 美国未开峰会就先热炒分歧 拜登又在峰会结束前提早一日离场 足以显示美国根本没有将G20峰会看在眼内 拜登出席今次的峰会主要目的是针对中国 以及试图化解中国在国际事务上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指出 中俄领导人都缺席峰会 令美国在峰会上拥有更多的机会 加强和深化和与会国家的关系 金砖国家上月召开峰会 有多个国家申请加入 令到美国为首的多个西方国家感受压力 拜登在今次峰会上提议 与成员国共同合作增加国际金融组织 对开发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贷款压度 预计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 目的是希望笼络发展中国家 缓和这些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会 和世界银行的不满 但拜登建议的内容就不具体 拜登在峰会上提出要打造一条 由印度、京中东至到欧洲的经济走廊 以对抗中国已推行10年的一带一路倡议 拜登发言不到5分钟 全部集中推销所谓的经济走廊构施 就是由印度至波斯湾 各有关国家自知兴建铁路以及海路连接 然后再由波斯湾搭建接轨铁路到欧洲 这个根本就是一带一路的翻版 但拜登就扬言 美国、欧盟、印度、阿联邮、沙特阿拉伯 以及其他G20伙伴国家 签署了量解备忘录 事实上拜登口中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只不过是美国前年提出 价值6千亿美元的全球基建设施 与投资伙伴关系倡议的一部分 而欧盟之前亦通过了他的全球门户项目 勃出3千亿欧元 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基建 拜登将东拼西臭的方案 当作对抗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 是以拉帮结派的方式进行政治博弈 而不是出于帮助区内国家的经济发展 有关的发展计划 没有时间表 也没有投资细节 就在G20峰会召开的同时 第十届中国与中亚合作论坛 亦在厦门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何信 强调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而今年5月 中国与中亚峰会成功举办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迈入新时代 中国与中亚合作大有可为 也必将大有作为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年均贸易额 由2013年的1万亿美元 倍增至去年的2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8% 去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接近210亿美元 按年增加3.3% 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 佔全球份额提高3.6% 反映一带一路在促进和深化国际合作 推动全球互联互通等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国 对其他国家负起了大国应有的责任 为各国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下 谋扣共同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但一贯口没遮难的美国总统拜登 就一方面强调不是要围堵中国 或者和中国展开冷战 又不断唱衰中国 他在越南访问期间 近以危机来形容中国的经济形势 又误灭中国的经济 因为缺乏国际增长而陷入困境 拜登在G20峰会上是一名失败的搞局者 在中美关系上更是一个破坏者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此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和订阅 以及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 和大家焦点短打 我们明晚见,拜拜!